影响力越来越大 我们应该会吸引到更多的政要和高层人物来参加 各位代表 女士们 先生们 波澳亚洲论坛 2015年年会 波澳亚洲论坛理事 演讲之前 我想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代表出席波澳亚洲论坛 2015年年会的全体议会者 对 3 月 24 日 德国之翼航空公司 CU 9525航班不幸逝世的死难者 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所有死难者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70年来亚洲国家逐步超越意识形态 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的互信认同 越来越成为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运动洋海啸 和中国汶川特大灾害的紧要关头 亚洲各国人民首次克服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和出同舟共计 共克时间的强大可谓患难建真情 亚洲地区仍然存在一些历史疑似 面临各类传统和非传统 去国家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消除贫困的 回顾70年的历程 李光耀先生是受到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 为亚洲和平与发展 以及亚洲同世界的交流合作 做出了突出贡献 借此机会 我向包括李光耀先生在内的 所有为亚洲和平发展做出贡献的先贤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 迈向命运共同体 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各国体量有大小 国力有强弱 发展有先后 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 一带一路建设 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 和倡议 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 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 相互对接 优势互补 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 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 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 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筹建工作 迈出实质性步伐 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 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 已经在稳步推进 这些早期收获 向我们展现了 一带一路的广阔前景 最后预祝 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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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